我會不會實際上跟大家分享 這邊 請你先 先感謝創辦人魏老師林老師 然後我昨天聽到林老師說 長生學的那個 這個 他的涵義 對的Local的涵義 我覺得我很認同 然後我為什麼會知道長生學 是因為有一次 我和我先生有一起在社區上面和瑜伽 然後我們的一家老師 有一次他知道我先生 他手麻不太舒服 然後他就說 請他課後留下來 他幫他調整一下 然後調整了之後才知道是長生學 那其實我先生他曾經上過長生學 學個位數的 他昨天有 他前天有問我說你第幾期啊 我說我140 他說他上過個位數 可是其實你可能是還給老師了 所以後來他也蠻同意我來上長生學 因為他覺得 這樣我就可以回去幫大家 幫全家人 然後我的想法也很簡單 因為他是一個經常會腰痠背痛的人 那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還有辦法幫他摧啊 可是我現在的力氣沒有那麼大 然後我學到長生學之後 我覺得非常讚耶 就是就算你沒有 不是一個很有力氣的人 你也是有機會可以幫助別人 甚至是遇到一些急救的事件 當下如果沒有任何的 你一雙手也可以幫助別人 我覺得這個非常值得去學習 然後我看到義工師兄師姐的付出 我也很感動 然後我希望有一天就是 我和同學一起來的 希望有一天我和同學 又有機會可以像你們一樣 然後一起來幫助大家 謝謝 謝謝 有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今天上完課之後 回到家裡面 大概花多久時間自己靜坐啊 然後我幫先生找這個 我一天上完課回家 我先生就說他閃到腰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巧 然後我有幫他調整 但是調整了半小時 我調整了半小時之後 他就有點生氣 他就說你手怎麼那麼熱 然後你越弄越不舒服 那還好那個那一天 是林老師還是魏老師 有提到好轉載令好險 不然我覺得我是不是 是把他弄得怎麼樣 可是後來 因為男人的嘴巴都很硬啊 我不承認 後來我看他就沒事 在那邊搬東西 然後這幾天也沒有聽他喊痛啊 所以我在猜他應該是好了 只是他不想承認 對他就好了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 睡前我會靜坐一下 那因為就是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我就是利用睡覺 還沒睡著之前 我會調我自己的這個 就是以前用滑鼠過度了 這邊有一個點 然後還有七號雪 然後還有就是以前電腦打太多 我真的有幾支飛聞 所以我聽到飛聞症也有機會可以 至少粉絲不要再出現 我也有很努力的做這個 就是希望就是眼睛跟見景的部分 可以比較好一點 然後有來體驗調整 都是請世界幫我調這個位置 那又感覺又比較舒服 對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